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3年 7月20日 已經是星期四 在昨晚 應該是旁晚的時份 國務院 連續出了11條 這個叫做 緊急搶救經濟的措施 我們看到這個消息 連續11條 把這個11條 全部 全部 下載下來看 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現在中國的經濟 是差得 他們 很多人覺得 比我們預期的更加差 經濟學家 跌眼鏡 銀行界的人 其實他們 知道了 很差 一早也覺得不會好 當然我們從政治分析 一早已經告訴大家 現在是去年已經告訴大家 其實今年 正確都會 陸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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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浮現出來 那麼究竟哪11條的經濟措施要搶救 緊急搶救 應該是必須的 其實應該是必須的 是必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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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必須的 是必須的 11條措施有沒有落實 逐條讀給大家聽 說之前 希望大家繼續支持 六部曲 我們誠意邀請經濟許可的朋友訂閱Patreon 也希望大家可以訂閱我們的會員頻道 星期二日報的會員頻道 講講這個 中共中央國務院發佈關於 促進民營經濟發展壯大的意見 第1條 中共中央國務院發佈關於促進民營經濟發展壯大的意見 第2條 就是加大對民營經濟政策支持力度 完善融資支持政策制度 第3 依法保護民營企業產權以及企業家的權益 你奉了孫大午才說吧 第4 健全規範和引渡民營資本健康發展的法律制度 為資本設立紅綠燈 又多個紅綠燈 強化民營經濟發展法治保障 構建民營企業 源頭防範 以及治理腐敗的體制機制 又多兩樣東西去管 這個大件事 現在不是救市 第6條 完善市場化重整機制 鼓勵民營企業盤活全量資產回收資金 說出來真是浪費狗氣 誰不想收回資金 誰不想盤活經濟 盤活得到才行 支持民營企業參與國家重大戰略 這個更好笑 國家重大戰略從來都不與民營企業 如何支持 如何支持 第8條 促進民營經濟人士健康成長 第9 加大政府採購創新產品力度 支持民營企業創新產品 這個日代應用 第10 引導全社會客觀正確確存面形式民營經濟 或民營經濟人士 培育尊重民營經濟創新創業的輿論環境 第10條其實好像是針對習近平 你只是引導習近平 是正確 全面 客觀 認識民營經濟 以及民營經濟的人士 要尊重民營經濟以及創新創業的輿論環境 你其實最重要是要先教育習近平 起碼 他對民營經濟有正確的形式 才好說 其他的免談 11 鼓勵民營企業拓展海外業務 積極參與共建一帶一路 11條裏面 全部都是廢話 沒有一樣東西是可以落實的 坦白說 起碼第10條你落實不了 最重要 對於民營企業根本完全沒有一個正確客觀的概念 那個叫習近平 而習近平下面的所有人都沒有 所以他們對任何民營企業 可以隨手 去摧毀 阿里巴巴一句說話 就可以阻止螞蟻金服上市 一句說話 教育培訓行業全部沒頂 你們有沒有尊重過民營企業 從來沒有 其實這個只是目錄 我download了11份 11份 其實我 就這樣讀一條給大家聽 大家會覺得 全部都夠說話的 不過也要讀一讀 然後跟大家分析一下 好了 財聯社昨天 7月19日 中共中央國務院發佈關於促進民營企業經濟發展壯大的意見 意見 總體要求為 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方向 堅持兩個毫不動搖 加快營造市場化 法治化 國際化一流營商環境 優化民營企業經濟發展環境 依法保障 保護民營企業產權以及企業家的權益 你放了孫大午才說吧 孫大午幾十億身家被你充公了 含家被你拘捕 全面構建 親清政商關係 使各種 所有制 所有制經濟 所有制的經濟依法平等使用生產要素 公平參與市場競爭 同等受到法律保護 引導民營企業通過自新改革發展 合規經營 轉型升級不斷提升發展質量 促進民營經濟造大造優造強 在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精程中作出積極貢獻 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歷史進程中肩負起更大使命 承擔起更大重任 發揮出更大作用 其實 這十一篇 大部分都是類似這些黨八股 一個病入高方的人 其實他最需要的可能是一支強心針 真的打下去那些 不是說那些 不是說那些 頂住 加油 我支持你 支持你去 下樓梯嗎 中國 有網友已經發佈了出來 他們說 美國 救市 救人民 這個武漢肺炎的時候就派美金 日本 派人員 當時派10萬人員 當時人員還沒有貶值的 也值七個多的 派7000多銀 香港也有派錢 派消費券 澳門也有 甚至澳門的消費券 可以去打領浴室洗澡 這個真的很體貼 但是中國 派什麼呢 原來派文件 叫你讀習近平思想 叫你用社會主義經濟市場的方向 是不是 叫你 其實接下來就教你讀習近平思想 即是一個病了的人 當年是一樣 不用看醫生的 讀毛主席語錄 毛主席語錄不單止可以治療 免的 可以治療 盲眼的可以省大眼 連養豬 用毛主席語錄去養豬 也養得豬肥肥白白 你們知道嗎 在50年代有套票叫養豬 是老幾特票來的 真的有五隻肥豬 五隻票 很貴的 那時候好多年錢有幾百元套 現在不知多少錢 你想一下 當時就是用毛主席語錄去養豬 不只是養豬 做甚麼都可以 有病醫病 沒有病保身 像街邊賣帽子一樣 現在中國 你不讀 緊急搶救市場 整個 貧能崩潰的經濟 原來 就是 出十一篇黨八股 其他我不讀了 因為 編編一勾樣的 全部都是 加大民營 經濟支持力道 完善融資支持政策 大家知道為甚麼民企那麼難做嗎 因為 國家的政策 只是借錢給國企 因為國企是國家的 他不怕你不玩 民企不一樣 你怕你不得還 所以 民營企業 很多時候借不到錢 融資很困難 資金鏈斷裂 結果他們要自己想辦法 好了 當他想辦法的時候 共產黨就出來動他 說他非法集資 孫大午 就是因為 告他非法集資 人家發股票 很簡單 你來投資我 大家夾粉做生意 當是合作社 然後 你投資多少 我當你入股 結果就說 非法集資 整個集團幾十億 充公了 用七億的價錢拿去拍賣 拍賣了幾十億資產 你等於變相搶別人的資產而已 搶完了 全家抓了坐牢 為甚麼人家要非法集資呢 原因就是 問你銀行借你不借 銀行只是借給國企 國企 拿甚麼項目都借的 所以國企很容易借錢 外面那些 全部 都是資金鏈斷裂的 根本近這幾年 民企全部都借不到錢 為甚麼那些 恆大 債台高速 其實是一樣的 當然恆大有後台就容易借一些 但是 他下面很多沒有的 很多企業在銀行裏面沒有辦法借到錢 就算銀行肯借給你也是騙你的 哄你還了 下一期就沒有了 當你一還 你就不用自意了 所以 在資金鏈這樣的政策 你根本就不鼓勵民企 現在知道民企的重要 因為其實民企才是創造財富的 創造外匯 創造財富 真正賺錢的就是民企 而國企 實際上 效率很低 投入100元 也不知道賺不賺到1元回來 結果中國的銀行 全部拿了錢就只是借給國企 所以 他們對於民企那種 迫害 壓迫 其實那個力度很大 現在知道民企就快死了 被你們捏死了 出了一些文章 但是 讀了那麼多篇 全部都是黨八股 沒有一樣不是黨八股 隨便抽一篇來讀 剛才說完善融資 也是那些東西來的 中共中央國務院發佈關於促進民營 經濟發展壯大的意見 意見指出 加大對民營經濟政策支持力度 精準制定實施各類支持政策 完善政策執行方式 加強政策協調升 及時回應關切和利益訴求 設施解決實際困難 完善融資支持政策制度 健全銀行 保險 擔保 券商等多方共同參與的融資風險 市場化分擔機制 健全中小微企 和 個體工商戶信用評級 和評價體系 加強涉 企 信用信息歸雜 推廣信太二 等服務模式 支持符合條件的民營中小微企業 在債券市場融資 鼓勵符合條件的民營企業 發展 發行科技創新公司債券 推動民營企業 債券融資 專項支持計劃擴大覆蓋面 提升 增訊力度 支持符合條件的民營企業上市融資 和再融資 全部都是廢話來的 你 其實他出生的文件 要不就支持 發展 擴大 完善 什麼 全部那些字很虛的 沒有一件事是實質的 但是 我們經常看到這11點 就知道 他們真的急到賴 是怎麼賴呢 他根本知道 每一個範疇都頂不住 全國 各項各業 各項各業 現在大陸有一間收數公司 連收數公司 都清盤 那個收數公司 不是因為收不到債 是因為 是被法院拘捕了他們幾百人 因為暴力吹債 問題就是 原來那間公司很大 銀行 財務公司都是請他們去收數 好了 現在 大陸行業 我想除了收數之外 沒有一個行業是正面發展的 每個行業都不是正面發展的 每個行業都不是正面發展的 每個行業都出現了一個 衰退 是這個 叫做 萎縮 經濟一直萎縮一直下去 所以 現在中央 國務院緊急出11條 但是 看11條 全部都是講黨百股 全部都是空洞無物的廢話 所以 每一條都落實不了 剛才我第一時間抓了幾條出來 一定落實不了 你首先要改變一個人 叫做習近平 你改變不了他 你寫甚麼都沒有用 因為他一個決定就可以毀滅這個行業 接下來 裡面還有那麼多監管 加強監管 又要搞紅綠燈 死定了 這節暫時說到這裡 接下來會繼續跟進 大陸的政策 救市措施出台 再跟大家分析一下 這節先說到這裡 拜拜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